今天阿静带你们做夹心饼干 首先我们得把夹心做好 就是先砸点碎碎 先把碎碎装好 准备一个布袋子 准备一个模具 再准备一个垫子 最主要是祖传神锤 必须不得少 然后我们把它砸开 再给它装到布袋子里 给它砸碎 现在开始砸 咱们再给它砸好了 把最大的颗挑出来 大颗挑出来再砸一点 因为砸心比较太大的话 不好咬 好了细碎砸好了 这就是砸好过的 等一下做夹心了 现在我们准备纯冰 把纯冰做好 然后我们把纯冰给砸小一点 我根据你们自己碎冰机 安静的碎冰机 现在就比较老化了 就是压的绵绵比较多 所以我也砸小一点 碎的时候稍微带粗一点 那样口感更好 然后我们给它 倒到这个抽屉里 先把它码平 码平了之后 咱们可以放上 刚才搞的碎水 就夹心 我们再把刚才砸的碎水 给它倒到中间 就倒上 然后我们再把它铺平 上面再盖上一层纯冰 做好了以后 就是夹心饼干了 这就是中间的夹层 然后我们把最后一层白色倒上 然后它就是三层的夹心饼干了 把它按压一下 按压一下 让它动在一起 就最好了 要不然都不成块了 知道吗